修罗五神 第6134章 临时决定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这么爽快 龙木成笑着问 前辈这样讲义气 若是能够踏入天神境 肯定会照着我的吗 楚风回道 有道理 既然如此 我们便动身吧 话罢 龙木成便准备动身 但同行的不只是他与楚风 龙墨川与龙墨孝 这两位不仅是龙溪一族的顶尖高手 也都是主修结界之术 只是他们将要离开的时候 花花却反了回来 楚风 我师尊同意我加入你们了 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 花花脸上难言喜悦之情 见到楚风更显激动 因为在她来看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真的 前辈 你不是偷跑来的吧 楚风有些狐疑 花花毕竟是摘星道长的弟子 而摘星道长虽离开七届圣府 但内心一直是七届圣府的人 楚风他们这伙人 与七届圣府其实乃是对立面 正常来说 摘星道长不会答应花花加入才对 之前说 先不让他跟着 楚风他们 就只是体面化 实际上就是不同意加入 花花也清楚这一点 当然不是 我师尊的修为 我岂能逃得出来 诺 我师尊给你的 花花袖子一摆 雪白而细腻的手掌呈现而出 只是掌中却捏着一封信函 楚风接过信函 竟需要特殊阵法才能开启 旋即一缕信息 映入楚风的脑海之中 那的确是摘星道长留下的 楚风小友 老夫有一件事需要去做 归期未定 花花虽与你母亲年龄相近 严格来说算是你的长辈 可却心思单纯 做事难免会任性 但他也需要锻炼 总不能一直在我身边 便劳你费心了 以上 便是摘星道长 传递给楚风的消息 前辈可没说 同意你加入我们啊 楚风摆弄着信函 看向花花 反正同意我跟着你了对吧 花花眨巴着眼睛 有些调皮 那个神态 确实不像是一个 活了几百年的人 不过楚风可是记得 初见花花时 这女子有多凶 前辈可有说她去哪里 楚风问 她感觉 摘星道长这个决定 像是刚刚定下的 不然 完全可以刚才便和当面交代 自然也就不必 先决定带着花花走 又忽然让花花回来 自己离开了 我也不知道 我师尊只说她忙完了 自然会找我 在此期间 我可以跟着你 花花又强调道 那个眼神仿佛就跟着 楚风不可了 夏前辈 如今前往图腾龙族了 你要去找她吗 楚风问 你准备去哪 我能跟着你吗 花花问 这个 楚风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看向了龙木城 毕竟楚风接下来 要和龙木城走 楚风是帮忙的 这件事 自然也是龙木城说的算 当然可以 那便一起走吧 龙木城笑了笑 花花也不问去哪 便跟随龙木城等人 踏上了一座特殊的结界战船 可刚刚坐稳 一道暗中传音 便映入楚风耳帘 厉害啊 你娘那辈的 都被你征服了 这正是龙木城的声音 楚风看向龙木城 发现龙木城正不怀好意地看着自己 前辈 可别胡说啊 楚风也是暗中回道 别装了 你看不出来吗 那丫头看你的眼神都拉丝了 语气也格外温柔 我观察过她 她只对你这样 不过我不同意你俩 她是与你母亲争锋过的人 你俩若在一起 乱了辈分了 龙木城笑眯眯地说着 语气也是玩笑的语气 纯粹拿楚风打去 楚风无奈 便没再言语 可是借铃空间的淡淡 却是笑得合不拢嘴 楚风楚风 要不你把她收了呗 我倒是很好奇 你母亲知道 你把她收了 会是什么反应 是夸你呢 还是打你呢 淡淡也是坏笑着说道 我的女王大人 你怎么也添乱啊 人家花花前辈 可没那个意思 楚风很是无奈 装傻吧你 淡淡回道 唉 楚风则是叹了一口气 很是无奈 她自然不傻 所以她也察觉到了 花花的不对劲 其实不只是花花 那个下前辈也是 可楚风不愿意承认这件事 因为她也觉得很奇怪 说起来 其实她们之间年纪 也没差太多 但关键这两个 确实是自己母亲同代的人物 楚风初识之时 就将她们 带入到了长辈的身份 长辈喜欢自己 这自然别扭 在楚风等人启程的同时 摘星道长也在赶路 而她前往的方向 乃是七界圣府 她没有乘坐任何工具 而是淡淡的结界之力 包裹身躯 速度奇快 常人 根本无法捕捉到她 那是阵法 定好了路线 便可自己前行 因此 摘星道人可在赶路之时 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 哪怕修炼也可以 而她 则是看着掌心中 躺着的一个木雕 木雕是以摘星道长的 外貌为模板 但却并非很正式 风格有些幼稚 但却又将她的特征雕刻而出 这是多年之前 她授臣十戒 冉青送她的礼物 那时的戒冉青 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 还并未正式修炼结界之术 这木雕 是戒冉青亲手雕刻的 她至今记得 戒冉青双手捧着这木雕 递到她面前的样子 大大的眼睛 清澈而灵动 甜美地笑容下两颗小虎牙 感染力十足 那是摘星道长印象中 她所见过的最可爱 最讨人喜欢的小孩子 哪怕是她从小抚养长大的花花 也不及戒冉青 那时的她 便知道戒冉青的名字 迟早会响彻修武剑 不是因为戒冉青 是七戒扶主戒天冉的女儿 而是她那时便看出 戒冉青一于常人的潜力 但却仍没想到 戒冉青会在修武界 掀起那么大的动静 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 回忆涌现 摘星道长 不由将掌星的木雕握紧 戒天冉 我倒是要看看 你是否真的舍得 对冉青下毒手 若你真的剥夺了她的血脉 便休怪我 不念同门之情 想到这里 摘星道人的眼中 竟少见的浮现冷冽之色 一瞬间 这浩瀚星空都被含义覆盖 本章完 一瞬间